阿姨 你怎么又来了 赶紧回去 一会儿老板看见 我这儿没法交代 不是 小伙子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闺女一下班 我就走了 不是 我们这儿有规定 您别让我为难行不行 怎么了 大姐 您是这儿的领导吧 来吃苹果 我们自己种的可甜了 你尝尝 不用了 你有什么事啊 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我闺女在这个楼上 上班呢 她小时候就喜欢吃这个苹果 我这不给她送点来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来了多少回来 你女儿下来过一回吗 你现在要么给她打电话 让她下来 要么回家等着去 那可不行 我过你上班 不能接电话的 我就在楼下等 我不妨按你们工作啊 你 让大姐进去了 谢谢 谢谢 喂 闺女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给我打电话 不要给我打电话 我现在在上班呢 我 哎 闺女 我 哎 哎 大姐 你先等下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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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哎 大姐 你先等一下 哎 你有事吗 大姐啊 这外面天气这么冷 你又穿一双单鞋啊 我 没事 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生产的毛绒脱鞋 来 你先拿过去穿 这 这怎么能行呢 大姐 你女儿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这本来呢 是给公司员工发的福利 这不 还没来得及给他呢 您就来了 来 你就搭回去先穿吧 你 这公司发这么好的福利啊 是啊 这天是有点冷 嗯 那穿这个正好 哈哈 来大姐 你先试试 哎呀 那行 那我试试啊 那个 领导 能不能麻烦您点事 我想把这苹果 给我女儿 可以啊 交给我吧 那谢谢 谢谢您 我就不等我女儿了 她 忙 我就先回去了 好 路上注意安全啊 哎 喂 胡经理 你让香香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张总 哎 香香 快进来 坐吧 香香 你平时假期都怎么安排呢 嗯 睡觉 吃饭 逛街 周边旅游什么的 不一定 你不回家 我家是外地的 回去一趟太麻烦了 那一年有三个长假期 五一 十一 和春节 你都过去 过年会回去啊 五一 十一 我们跟朋友出去旅游 哦 听你说 你家是外地的 那回一次家 这往返 最少也有一天时间 春节回去呢 走亲 房友 至少也要占据你好几天的时间 那这么说起来 你能陪你妈妈的时间 最多也就是十万左右 现在全国女性的平均寿命也认为七十岁左右 你妈妈现在就算是五十岁 说句不好听的 她的时间 可能最多也就是三十年左右 那你算算 你还能陪她多少天呢 三百天 真的有三百天 等你结婚以后 要照顾孩子 假期的时间 还要分一半给你一半 那你再算她 你还有多少时间呢 一百五十天 你妈妈现在身体还很好 等她到了七十岁啊 身体呢 会因为衰老而变差 甚至会卧床不起 到那个时候 你还会有耐心给你跟她担心吗 来 这个呀 是你妈妈从老家给你带回来的水果 你最远之 妈 我妈知道我爱吃苹果 知道我上班的时候不爱接电话 也知道我不喜欢坐长途汽车 你身在那大乡 可我却忽略了她的感受 从来没想过她喜欢什么 我明明知道她的身体不好 可我却从来没有为她做过什么 妈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们呢 一直想努力的工作 想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她当下的感受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呀 我们孩子的一点点关系 就能让他们感觉到很冷 张总 我能不能请几天假 我想回去陪陪我妈 天气凉了 我妈的身体不好 一到冬天 手脚就冰冰凉凉的 我想给她买双毛绒拖鞋 我呢 已经把咱们公司的毛绒拖鞋啊 让你妈妈带回去了 你就不用买了 这样 我给你放几天假 你回去呢 好好陪陪你妈妈 好不好 谢谢张总 你去准备吧 今天也点冷啊 儿子儿媳妇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 要不我上去坐坐啊 要不我上去坐坐啊 啊 我布了布了 我刚在家收拾完鸡屋 身上有点脏 那个 啊对了 这是咱们家老母鸡 下的土鸡蛋 你们拿回去尝尝鲜 哎呀妈 您带这些干嘛呀 这城里什么买不到啊 你差老远的 跑过来是有什么事吧 你爸老毛病又犯了 你是不是住院了吗 这住院费 我实在是凑不齐了 所以 爸生病了 二哥大哥他知道吗 你大哥刚买完房子 他们装修的钱 现在都没有 老二你也知道 他在家也做不了主呀 这医院现在又催得太紧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 下来你们这儿可 你看秘密他又生气了 妈 姐 我这里还有一些零钱 你先拿去 你也别怪儿子 您孙子今年上小学 有钱的地方还有很多 做儿女的确实应该多给些钱 可是 行儿子 妈理解 都不容易 没事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这土鸡蛋你们留着吃吧 妈 这些鸡蛋就不用了 对了 您回去的时候慢一点 有事 你就先走了 妈 哎 老公你干嘛去啊 哎 你怎么回来了 妈呢 妈 我让她先回去了 回去 你就让她这么走了 我把你给我那些零用钱 我都给她了 爸现在生病了 正是用钱的时候 你给她弄一点钱 她怎么办呀 咱妈这么老远过来 你连家门都没让她见 有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你看你干的好事啊 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活成一分钟 妈 你怎么这么快干什么呀 来 跟我回家 我就不去了 我家里边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妈 你这是什么话呀 走 跟我回家 走 妈 慢点啊 哎 妈 来 画上拖鞋 哦 好 妈 咱们上班上坐 嗯 妈 这钱呀 您先拿着 给爸看病要紧 不够的话 您再跟我说 哎 妹妹那谢谢你了 妈咱们是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您先坐一下啊 小川啊 您跟我过来一下 瞧你干的好事儿 咱妈那样 你不心疼啊 老婆 我每个月零花钱 就那么一点儿 大哥二哥也不顾 是怕你多喜啊 我是那样的人吗 大哥二哥不管 那是他们的事儿 钱没了可以再赚 爸生病了 咱必须得管 谢谢老婆 真好 看你那傻样 走 咱跟妈道歉去 儿子 蜜蜜 这个钱 就当是妈借你们的 等到了年底 妈把家里的鸡全卖了 这个钱 妈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妈 妈 你干嘛 妈我错了 妈 小的时候找你要钱 都是理直气壮的 现在长大了 你找我们要钱 就变成了戒了 你养我们小 我们就应该养你老 千两黄金万两 千金难买 父母 妈 我就不是男人 我就不会做你的儿子 儿子 你别这样 快 快起来吧 小春你起来 妈 你也别难过了 咱们现在呀 就去医院看咱爸 哎 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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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